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繼續回答一些關於海外資產分配的問題 分開三方面 究竟你是在搞移民 已經搞移民來Land 還是你純粹是Non-Resident轉為Resident 如果你需要來搞移民的時候 當然根據加拿大不同的省份 以及申請移民的Program 他都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你是專業人士的移民 他有一定的資產和收入的要求 你需要讓移民官去看 例如你是投資移民 他可能會找一個指定的公司 不是你去找的會計師 去核實你的資產和收入各方面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 你是不需要把你全副身家所有資產披露 不過你就要滿足到那個要求 而滿足到不同Program要求的細節 你可以上加拿大的網頁 或者是移民顧問 你去問得清楚一點 就著你那個需要和你想應付的細節 如果你已經搞了移民來Land的話 其實問題是由移民去報稅的問題 首先你第一年因為你是過度性質 所有那個Income 或者是Capital Gain 都會有那個Exemption 在當中 不過之後你就需要來到去全球 來到去報稅 所以有很多人就會選擇在第一年 就變賣了大部分的資產 也都運回來加拿大 那就不用煩 不過當中涉及的不僅僅是稅務的因素 也都有投資的因素在當中 尤其是譬如你現在最近 這個香港的股市 樓市都是比較低迷 那時候是否最好處 來去調配或者變賣資產呢 那你要來去Compare 究竟你享受過Exemption 還是你Forecast到有個Recovery 在當中 而當中誰是對於你來說最有利 那稅局就不會硬性規定 你要全副生產揭替它 這個是一個Honor System As long as 你是Above 海外資產 Above加拿大 加幣10萬 理論上你就要來披露你的收入 以及根據那個收入 來到去納稅 有些地方可能要注意 你不一定需要找到一個會計師 當然你有會計師核實 有個Vert Party 就好像保障少少少 但是至少你在你來Land 那個Moment 和你轉做Resident 那個Moment 你最好就是前前後後六個月 那些Bank Statement Investment Statement 政府因為你沒有Bank 就當你那些是收入 那你真是養稅 另外就是你可以找銀行去對你的物業做一個估值 同樣的有兩件事需要注意 如果你香港戶口的住址證明是寫加拿大地址的時候 又或者你一個聯通的戶口 一邊是有加拿大地址的時候 這樣那個海外銀行就有責任把你的收入資料披露給加拿大政府知道 尤其是未來更加嚴格的就是五兩地的稅局都會互通資料 那你去核實究竟你海外的收入有多少 這個你值得來去小心和注意 第二樣東西就是加拿大是要求你只能夠有一個Pincipal Resident自住的物業 那如果你已經有一個物業是在加拿大買了 然後你在海外還有一些物業的時候 將來你放租出去 那個租金減去你那些KGrad南南嬸嬸的Expense 就需要來去納稅 又或者將來如果你賣它的時候 就根據你那個賣價減去你那個Selling Expense 再減去你今天做Appatial的Adjusted Cost Base 又或者是在這一天打後所有的裝修 你最好保持所有的單位 那這個Difference就當作為你Capital Gain要納稅 那當然你有某些規定就依照你 如果你處理你香港的物業 如果一個的話 就屬一個Vacation Home 那有少少稅務上的優惠 那這個呢 今天就不會再詳細地說了 那當著你需要全部納稅先 那你會穩陣一點 那假如第三個Situation 就是你純粹就是由Non-Resident變回Resident 你本身已經是加拿大公民 那時候呢 你就要時間你究竟什麼時候 是適合做Resident 畢竟加拿大的稅 In general 都是高於香港 當你全球納稅的時候 你是虧搶 以及你是沒有過一年的Grace Period 你一變就需要來去納稅 那你同樣要做回 就是print out 你所有的資產 做了Appatial 那些來cover你自己 但是你up fund 就要去開納稅 一變做之後 或者你deem to be resident 當你留在這裡 超過183天之後 或者半年 那這樣說 那些資料幫到大家 那很多的資料呢 就多謝我一個 都是好朋友 同時間呢 就是在加拿大做移民官的 他來披露 不過呢 戴頭盔都要講句 那些非常general的資訊 就可能跟你自己個人 一些很detail的situation 是未必最適合的 所以你最好都是找回移民顧問 以及在移民的過程 問移民官 再加上 就是跟你相熟的會計師 來對一對 那就最理想 希望你這些 這些東西都幫到大家 同時你也可以 繼續留言 如果我盡量能夠答到 又或者我問到我那個移民官朋友 答到的我都會盡量回答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